哈喽,我是Zoe,今天呢是7月17号,也是臣服实验的第60天了 在这一系列的影片里面呢,我会用日记口述的方式来分享我在臣服100天挑战里面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 所以昨天一早呢,我大约是在早上8点的时候醒来 因为我先生又一样要去工作,所以昨天我原本是需要用到车子 因此呢,我就必须要就是接送他这样子 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我昨天一醒来的时候呢,脑子出现了一个问题 可以说是我当天的第一个念头 那个念头就是,如果觉醒,如果臣服,如果开悟 是一件这么重要,又或者是这么有 有益处的事情 为什么 宇宙或者是更高智慧体会把它设计的这么 不普及,以及这么的偏门 好,这个是突然在我脑中冒出的想法 所以我一边一边讲哦,然后一边就是带我昨天的行程 所以我送他完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一直被这个问题给困住 然后因为这个问题有很多层次,我等一下好好地解释一下 所以我就决定呢去 又是一间早午餐店,其实就跟上礼拜天一样 我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找了一个我喜欢的角落的位置 点了咖啡,然后开始吃我喜欢的就是brunch 然后我那时候坐在现场就一直只是在想这件事情 我就很好奇 我的好奇的点是,它的这个是一个假说 它的假说有一个前提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我相信 这个宇宙或许有一个更高的能量 哦 这个宇宙呢,或许有一个更高的能量 又或者是一个更有智慧的 有些人会说是神 我觉得不一定是什么,是什么都可以 可是它的前提就是 我的确也相信你看生物的结构 你看DNA的构造 你看真菌 这个这么有趣的系统 它是如此缜密的设计 这些东西都很精密 如果不是智慧 那是什么呢?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前提 就是 我是相信有一个更高的智慧的 好,那如果说我们所谓的觉醒啊 开悟啊,什么东西都好 它对于全人类来说呢 是整体而言是好的 就是说 我最近在练习的这个冥想 我觉得它为我带来很大的启发 是我感觉我变得更柔软 我是一个更有同理心的人 然后我可以更感受到那种爱的感觉 爱的连结就像是我可能跟我先生吵架 我也很容易退一步去想他的立场 不像是以前我可能就是会更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 所以整体来说 有这般的省思是会让你更有同理心 会让你更开阔的 人类会互相帮助 而不是互相竞争 我们对彼此会更有耐心 基本上就是更爱彼此 那如果说这是一件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更高的智慧 不会把这件事情设计的更简单 难道不会想要把这件事情设计的更普及吗 那我现在先不讨论说困难不困难的这件事情 我想要讨论的是 他为什么这么的不主流 跟那么少人去讨论 所以我其实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到了三个不一样的想法 第一个呢是 如果这个东西 他 如果这个东西 他今天 我所谓的偏门 就是有点像说 例如我们说到的什么 开第三只眼啊 然后看见世界不同的层次啊 又或者是触及到什么 什么松果体啊 这种有一些超自然的体验 其实这也不是超自然 就是不同能量场的体验嘛 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以及这件事情是真的很珍贵 可以改变我们的 我们的看世界 还有待人处事的方式 整体来说对于世界是好的 很有可能 他不容易 或者是他不普及 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是人类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现在在讲的东西 比较灵学 就是比较 比较哲学一点 然后这些都是假说 所以都是我的 我的推测 跟我的好奇 我们就不会是人类 我们可能会是 英文有一个特别的词 叫做homo sapiens 然后我们现在 智人 一般的智人 叫做homo sapiens 对不对 然后sinctus 的这个字呢 有一些人会翻成为圣人 那有一些人会翻成为 就是高频能量智慧 的人类 但就会不会像是现在的人类 所以它是整个物种上面的不同 这是我的第一个假说 好 第二个呢是 也许 如果我们的 I don't know 第三只眼太过发达 或者是这个东西的 就是觉醒开悟 太 太active 太激活 搞不好我们真的会像是奇异博士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科幻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科幻的approach 我们可能真的会不小心开启 不该开的门 maybe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 也不是不无可能 对吧 搞不好也有可能 然后 它的这个背后可能就是存在着 或许那种更高智慧 或者是神啊 或是宇宙 它看待人类就有点像是 看待自己的小宝宝的感觉 所以它就是觉得说 啊 那小宝宝就这样子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在地球上面 开心 好好活着就好了 你不需要去探索其他的 其他的异世界 因为有些异世界 可能真的是存在邪恶的能量 也许也是有可能的 好 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 然后第三个想法 是我可能一整天想下来 才比较 觉得好像比较对的 也不是对不对啊 就是说可能比较贴近 我现在比较想要相信的版本 就是所谓的觉醒 跟开武器什么都好 就是这种让我们转变 变得更有灵性 以及变得更有好心肠的一个过程 的确是需要经历困难 然后这个困难 它是一个必经的管卡 因此它的这个设计 会这样设计是有道理的 需要经过一些考验 一些试炼 这个觉醒才会有意义 你才能够真的获得所谓的 有爱的 有同理性的 这样的一个 转变 所以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呢 而且你听得懂我在 讨论的是什么吗 反正我就是一个不小心 陷入了这种 我经常这样子 就是醒来之后 可能昨天晚上梦到什么 有点忘记了 但就是我会因为一个东西 然后我会不小心 很把我的那一天 就是只是查资料 就是我看了很多资料 然后看了很多书 就是只是为了去解决 我心里面这个莫名其妙 冒出来的好奇 所以呢 我在那个早午餐店呢 就一直想 然后我一直看书跟写 就是我没有带书 我是打字 我就打在手机上面 想了很多的想法 然后就回到家 然后回到家之后 其实我原先是跟朋友 要去约约爬山 不过后来我们取消 因为天气也不好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 然后这时候呢 我原本是想说 我想要去冥想 可是我的其中一个朋友 就传讯息 然后问我说 要不要讲电话 所以呢 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说 诶好啊 就是我们已经很久 没有讲电话了 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呢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 大概三个小时的电话 然后在这三小时里面呢 我出去走了附近的森林 我在家打扫我们家里 然后我又做了午餐 给我自己吃 所以是一个很充实的下午 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我觉得很值得分享 不过刚才我先生进来 可能是要叫我去吃午餐 所以我今天先录得快一点 然后跟我朋友聊完之后呢 我就去接我先生 我们回到家之后 就准备晚上的party 然后就有人来家里面 我们就玩得很开心 也是认识新朋友 他们是一对情侣 然后是我先生 现在工作新认识的同事 所以我们就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聊天 然后玩了桌游 然后也在家就是弹音乐 因为我先生会那些乐器 其中一个男生呢 他会弹 中提琴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呢 他会吹长笛 然后我就随便乱弹一下钢琴 这样子 蛮好玩的 然后就到了晚上 我们又持续出去hang out 然后我昨天晚上看了一部 有关 有关蘑菇 香菇 其实是真菌的一个纪录片 在Netflix上面 也蛮好看的 我也有蛮多心得 我觉得这个 也找时间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因为我在蘑菇的这个世界里面 我也觉得有蛮多 我感觉很刻意分享的东西 所以或许未来有机会 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但今天呢 好像就先这样子 有点的短暂 我要去吃东西了 不然他又要来开门催我 所以今天 我没有办法分享很多 可是我有很多 我很想要分享 也许我们就留到明天了 好吗 好 那如果说呢 你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呢 希望你可以按赞支持 订阅 把它分享给 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你认为重要的人 明天见啦 拜拜